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在我的一評論證的第158期 大概是大前天,就講到了汪洋的低級紅和高級黑 他在台灣70家親共媒體齊聚北京的時候 故意的對他們發表打壓台灣的重要的言論 讓這些親共賣台的媒體圓形秘露 同時他又公開向台灣和美國喊話 說習近平當局意圖在兩年之內統一台灣 很多朋友認為我分析的有道理,但是也有擔心 他們說這樣會不會把汪洋給暴露了 大家不用擔心,汪洋早就暴露了 大家以為習近平他不知道汪洋在幹什麼嗎? 習近平再笨,在官場裡面混了幾十年 當然也知道汪洋這是別有用心 有人可能會覺得很奇怪,說他既然知道 他為什麼不動手把汪洋幹掉呢? 他要是能夠把汪洋幹掉,去年七月份的時候 早就動手了,去年七月份的時候 全國到處都流傳了一個政變的傳聞 說是什麼,一號休息大海領航 這不是空穴來風,這說明了汪洋,就是大海 他認為在黨內外聲望不錯,功高正足 即使是汪洋沒有政變的心思 就憑這一條傳言,習近平也不會放過他 那麼為什麼習近平還沒有動手呢? 這是因為習近平現在還沒有能力動手 是因為汪洋背後還有很大的力量在支持他 讓習近平覺得如果是現在動手,他沒有足夠的勝算 他搞得不好,還會亂上天亂,提前就把自己的江山搞丟了 所以說大家不用擔心 我說的那些話不會給汪洋帶來麻煩 反而我是在幫他下定決心 我們這個團隊2012年開始推廣公民同城 推廣小圈子策略的時候 中共的政法部門,情報部門,對我們都已經相當的重視了 2018年我們啟動了全民共證平台 之後我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 都在他們監控之下,他們能收集到的情況 他們都會直接的上報給中共的最高層 所以我在這個視頻當中所說的這些內容 中共的最高層他們都知道 我等於是說把他們本來心造不宣的一些事情 現在給挑明了,為什麼要挑明呢? 主要是擔心汪洋和他背後的那些人 又犯趙紫陽當年的錯誤 89年的時候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 北京的那個時候學運正是如火如荼 矛頭是直接的指向中共的專制和腐敗 趙紫陽就在那個時候在全世界的媒體都關注他和戈爾巴喬夫的時候 他就告訴戈爾巴喬夫說中國真正的領導人不是我 真正的大佬是鄧小平 這實際上就是告訴大家 中國現在所發生的這些壞事兒 主要的責任在鄧小平身上 大家要抗議就直接去找鄧小平去 所以說鄧小平那個時候心裡面就已經很清楚了 他必須得把趙紫陽給幹掉 很可惜的是,趙紫陽說了這番話之後 他並沒有意識到 他和鄧小平之間已經沒有緩和的餘地了 政治上他和鄧小平已經進入了一個 你死我活的這種對決的狀態 既然到了這種地步 那就應當先下手為牆,背水一戰 以黨總書記的身份號召全黨跟隨他 順應人民的要求,順應世界潮流,把改革進行到底 如果他先走這一步 雖然是一步險棋,但是還是有取勝的希望 很可惜他就不敢走出這一步 不敢大刀闊斧 反而最後讓鄧小平站了先機,宣布戒嚴鎮壓了運動 趙紫陽不僅僅是耽誤了大好的中國民主轉型的機會 而且日記也被軟禁了二十年,到死都沒能夠出頭 那現在汪洋和他背後的那些大佬 其實跟趙紫陽當年的情形是非常相似 他們和習近平之間也是完全沒有互信了 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利益上已經跟習近平站到了對立面 在中共高層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忠誠 只有永遠的利益 如果是兩個人之間,兩個派系之間 他們的利益已經完全抵觸了 那他們就是敵人 在鄧江胡時代,敵對派系之間還可以共存的 但是到了習近平執政之後 已經突破了這個底線了 習近平用選擇性反腐的手段清除政敵 這個底線就不存在了 所以說一旦大家利益上面相抵觸了 那就成了你是我活的關係 這個時候你不管你怎麼放低姿態 不管你怎麼表忠心都沒用 大家看看啊,令計劃 他在被打倒之前 是不是向習近平表了很多的忠心嗎?沒用 所以說要放棄這個幻想 現在習近平已經跟黨內的很多派系 都形成敵對關係了 比如說汪洋、溫家寶這些人 他們在行政體系裡面根基深厚 而且在老百姓當中 他們比中共其他的那些高層要聲望好一點 那習近平現在要想搞獨裁 要想走文革道路 他就必須得制服這些人 或者是消滅這些人 而且這些人在中共體系裡面 都算是比較有能力的 哪裡瞧得上習近平和他那幫子 那個馬屁精的小圈子呢? 所以說習近平跟這些人 跟這些人在利益上是衝突的 再看看江澤民和曾慶紅這個系列 他們本來是想幕後操縱習近平 讓習近平當傀儡的 習近平能力不行 但是性格是非常強硬 絕對不甘心當別人的傀儡 所以說他上台之後就搞了選擇性的反腐 被他反調的主要是江系的人馬 有這個黨政系統的 也有軍隊裡面的 最後呢還把江系的這個錢袋子 都給搶過來了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去年有一段時間 用支付寶轉錢要受很多的限制 後來呢馬雲退休了 支付寶就可以無限制的又轉錢了 恢復營業了 為什麼呢?因為馬雲是這個江澤民、曾慶紅 這個體系的這個白手套 是他們的錢袋子 現在支付寶被習近平掌握了 習近平呢他要想真正的打權獨攬 先要把這些錢袋子要掌握到自己的手上 掌握了這些經濟命脈 才能夠控制權貴這些大家族啊 所以說這樣他就把自己放到了這些大家族的對立面 過去這兩年呢利益上受害最大的還是太子大 被習近平害得最苦的還是太子大 那一大部分的這個國內經濟命脈 過去都是掌握在太子黨手中的 而且他們還在海外啊長期佈局 在2013年的時候 美國彭博社就發了一個消息說中共在海外啊 他們佈局的這個財產的狀況說明了 那個時候他們就掌握著1.8萬億的這個美元的資產 這麼多年過去了啊 現在我估計最少也有3萬億了 那麼這批人他們本來的意圖 那就是要狡兔商� 先把國內的老百姓的油水炸乾 然後再轉移到海外 老百姓起來這個造反的時候 他們就啊先退到海外 然後呢就用海外的這個龐大的資產 來影響國內的局勢 從太子黨的角度來說 這是最好的計劃呀 最符合他們長遠利益的計劃 但是呢,習近平一上台就把這個計劃給打破了 因為習近平厚大喜功 所以他放棄了共產黨過去幾十年奉行的 這個韜光養晦的政策 在世界上四面出擊 結果呢,就遭到了這些西方國家 強國的圍堵和反擊 尤其是美國發動了貿易戰 這麼一反擊呢 他就加速了中國國內經濟崩潰的這個過程 讓太子黨啊 他們在國內的這個經濟基礎受到很大的損失 同時呢,習近平又擺出一副這個 要跟美國拼到底的這種架勢 在貿易戰上面呢,他不讓步 這就讓太子黨家族在海外的利益 也出於危險的境地 三萬億美金的資產 現在都很危險 那你說他們能不能夠 他們怎麼能夠不恨習近平呢 從經濟利益角度來講 所有的太子黨都是習近平 跟習近平都有敵對上的關係 他們對習近平現在恨的是牙癢癢 那麼習近平如果是對美國讓步 按照美國的要求簽訂貿易協定 行不行呢?也不行 前面我說過 他和黨內的另外的一些派系 那些平民出身的高層 在政治利益上已經是處於敵對了 那些人呢,一直在等著機會 要向他發起進攻 如果習近平向美國人屈服 那麼那些人馬上就會抓住這個時機 把他打成漢奸,打成賣國賊 所以說現在習近平呢 是處於進退為谷的這種境地 退也不行,進也不行 那麼他怎麼樣才能夠挽救他自己呢? 只能挺而走險 就是發動對外戰爭 同時呢,宣佈軍管 然後就以泰山壓頂之勢 同時制服太子黨 制服江系,制服團派 當然了,他還要制服 還要鎮壓民間的反抗力量 現在這個時候啊 習近平現在正是緊鑼密鼓的在做準備 那其他的派系當然也在做準備 前些天啊,江澤民啊,曾慶紅啊,溫家寶啊 都高調的露面了 汪洋啊,又把這個親共的媒體一網打盡了 那這都是準備工作的一部分 這些大佬紛紛露面 就是為了這個鼓舞自己陣營的士氣 讓大家看看啊,老領導現在還不老 還能夠批掛上陣 那汪洋呢,還是在給習近平統一台灣 要設定障礙,讓他沒辦法在台灣方面得分 那麼,中共黨內鬥爭 最後到底會入死誰手 這就要看誰先下手 先發之人,後發治愈人 當斷不斷,必受其亂 那與習近平原來的計劃 本來是要拖到台灣大選結果出來以後再動手 那如果大選反共派勝利了 那麼習近平就直接進行武統 當然他打不贏 但是只要一開始進行武統 他就有了軍管的藉口 他就有了親習黨內外 這個反對派的機會 如果是台灣的親共派的人士 贏得了台灣總統選舉 那麼他就很快就會和他們簽訂和平協定 台灣人如果不反對 那和平統一就算成功了 如果是反對 台灣人反對 甚至是軍隊發生兵變 這也是有可能的 那個時候 習近平就會以平定叛亂的名義出兵台灣 那這個時候 如果台灣的三軍總司令 總統是親共的 他一方面呢 是阻撓國軍 反擊共軍 一方面呢 又拒絕美國來增援 那台灣不就被習近平統一了嗎? 完成統一大業之後 習近平不就成了千古一帝了嗎? 那黨內這個 誰還敢跟他挑戰呢? 那現在的問題是 習近平他想拖到明年 但是現在川普不讓他拖 用貿易戰對他進行窮追猛打 中國經濟過去幾十年一直是依賴出口的 尤其是依賴對美國的出口 根本經不起這樣的打擊 現在股市的資金大規模撤離 外資企業大規模撤離 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物價飛砸 經濟崩潰很快很快 大家就能看得見了 所以說啊 習近平現在是等不及台灣的大選了 經濟隨時都有可能崩潰 民變兵變政變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為了搶在這個民變兵變政變之前 那先發自人他隨時習近平隨時都有可能動手 所以說啊 習近平現在的敵人 無論是黨內的敵人還是這個民間的敵人 大家都要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危險處境 意識到了這個危險 就要想方設法地尋找突破口 率先發起攻擊 黨內鬥爭的突破口我就不談了 因為那是要搞很多陰謀的 陰謀是不能談的 我就談一談民間力量怎麼樣尋找突破口 民間力量反抗 主要是以陽謀為主啊 陽謀就是要大張旗鼓的啊 要公開討論大事宣傳 讓所有的人都知道 讓敵人知道了也不要緊啊 就讓他們的疲於奔命啊 最後導致他們刺氣低落 讓自己的人知道了 那就是要大家分進合機 即使我們沒有全國性的這種大組織 但是大家也能夠一起行動 全民共振呢就是這種陽謀 現在呢中國到處是民怨沸騰 很多老百姓對中共非常不滿 怒氣沖天 專制的圍牆裡面到處都是乾柴 到處都是火藥 全民共振要做的事情 就是從牆外不斷地往牆裡面扔火把 我們的目的就是把老百姓的怒火點燃 目的就是把老百姓啊這個動員上街 目的啊就是啟動街頭革命 我們不停地這麼扔火把 中共就要不停地去攔截 每一次攔截都要消耗掉他們大量的 這個人力大量的金錢 只要有一次他們攔不住 我們呢就成功了革命就開始了 現在呢六一兒童節很快就到了啊 我們要為中國的少年兒童的前途和命運 我們要扔一個火把 我們要倡議啊 所有有孩子的家庭在六一這一天走上街頭 到各地的黨委的門口去走一圈 如果我們這個倡議擴展的足夠大啊 聚集的人足夠多 那麼大家就這個一起站出來表示態度啊 提出我們的訴求 如果啊中共又花了很大的力氣 把我們的這個倡議啊把它壓下去了 讓他不能夠啊這個大規模擴散 人群不能大規模聚集 那麼那些上街的人大家就去走一遭 然後呢就安全的回家 不喊口號也不打標語 現在中國的人均壽命大概是70歲左右 但是大家想一想 我們的下一代 現在的少年兒童能不能活到70歲 絕對不可能 因為現在大部分地區啊都有嚴重的霧霾 大部分的水源都被污染了 大部分的土地啊都有重金屬這個超標 現在這些孩子啊從一出生開始就吸著有毒的空氣 喝著有毒的水吃著有毒的食品 大家能夠想像他們能夠平安的活到70歲嗎 現在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很多啊白血病的兒童 還有很多年輕人的各種各樣的癌症 很多人已經被污染害死了 我們現在還要視而不見嗎 更何況呢現在很多貪官污吏 奸傷惡骨 為了謀取暴力啊 販賣有毒的疫苗啊提高醫療費用 又給下一代這個下毒啊 又不給他們的醫療 那我們現在這些做做人家父母的 你們還能忍下去嗎 可以說所有的少年兒童現在都在危險之中 沒有一個家庭是安全的 難道大家不應當採取行動嗎 更何況呢 現在這個教育資源分配的是極端的不平等 大多數的孩子啊已經輸在起跑線上了 並不是因為他們不聰明不勤奮 而是因為他們呢出生在了錯誤的地方 錯誤的家庭 如果一個孩子生在農村 那他幾乎就是沒有前途的 注定沒有前途 農村的學校經費最少設備最差 師資最薄弱 甚至很多地方啊連校室啊 教室都是不安全的 大部分農村的孩子啊都上不完中學 考上大學的是極少數 考上重點大學的那更是鳳毛麟角 而且農村人口呢 又佔了中國人口的絕大部分 也就是說啊大部分的中國人 我們的下一代是完全沒有希望的 這種現象我們能夠忍受下去嗎 這樣我們都不抗爭 我們有資格做父母嗎 我們對得起自己的孩子嗎 那些啊中小城鎮的一些普通百姓啊 我們的下一代啊實際上也好不了多少 我們的這個孩子可能能夠讀完中學 但是報考大學的時候 我們受到了制度性的歧視 同樣是全國同考的這個分數啊 北京上海的孩子可以進清華北大 交大附帶這些好學校 中小城市的孩子啊 這個分數連三流的大學都進不了 更不要說那些權貴家庭啊 不能跟他們相比 那些孩子啊 他們根本都不用考試 走後門就去任何他們想進的學校 所以做父母的 難道我們看見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子子孫孫 都塑在起跑線上面 跟自己啊註定一樣啊 要成為這個弱勢群起 我們能夠忍受嗎 當然不行 所以我們一定要表明態度 我們一定要採取行動 我們一定要改變現狀 六一兒童節為了下一代 讓我們行動起來 到各地黨委的門口去散步 散步的人足夠多 我們就啊順便順勢提出我們的要求 那第一呢 我們就要求教育平權 就所有的中學小學都要根據學生的人數 要得到同樣的資金 老師和這個設備 那大學呢 在全國各地要實行統一的分數線 不能夠有地域歧視 那麼第二呢 我們要求公費醫療 所有的少年兒童啊 國家必須給他們提供免費的醫療救助 成年人之間不平等 我們就算了 我們就忍了 但是下一代之間 這種不平等 我們絕對不能忍 第三呢 是要全面治理污染 因為治理了污染 孩子才能夠健康成長 不治理我們就沒有未來 中國就沒有未來 第四呢 就是要嚴懲那些毒食品 毒疫苗 毒藥品的製造商和經銷商 我們要求修改刑法 要用危害公共安全罪 故意殺人罪來懲辦這些犯罪分子 大家一起來傳播這個消息 海外的朋友通過各種渠道 在互聯網上面向國內傳播 國內的朋友呢 為了安全起見 只能是口頭的 向身邊的親朋好友 街坊鄰居來傳播這個消息 時間呢 行動的時間是6月1號 週六下午3點 地點呢 是各地黨委的門口 大家不打標語 不喊口號 只有散佈為觀 只要全國有14萬4千人 大家一起站出來抗爭 現狀就會改變 這個國家就會改變 如果想進一步的了解全民共振的信息 請大家下載一個比較安全的通訊工具 叫做電報 英文是Telegram 我會把下載的這個方法 還有全民共振平台的這個電報頻道 和電報群的這個連接啊 放在這個視頻下面的評論的字頂裡面 歡迎大家都來參與 大家共商大計 今天就講到這裡 贊同我的觀點的朋友 請點個贊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請訂閱 謝謝大家 再見